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经过了十年的准备 禁止中共当局宣布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登记范围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 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 覆盖所有国土空间 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 有分析指出 事到如今 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 债务危机 中共最高当局已经一筹莫展 无计可施 除了冒险开征房产税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 但房产税一旦开征 将是习近平当局一个绝望的决定 海外时平人士小明撰文分析 不动产统一登记牵扯到了中共土地财政 更牵扯到了全市阶层的重大利益 这些年来不断传出房产税即将开征的消息 但最终都没有了下文 对于中共来说 征收房产税可能会出现二手房抛售的浪潮 触发金融危机 另外 持有大量房产的既得利益阶层会首当其冲 让他们承担房产税势必会引发他们的不满 可能会动摇当局的统治基础 因此可以说 如何应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债务问题 已经成为中共最高当局的当务之急 文章指出 另外一个值得担心的地方 便是农村住宅的征税问题 从墨田的情况看 除非一些特别发达或者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 一般农村地区的房产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只是 中共财政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正是那些基层的县市 如果那些地方只对城镇住宅征税肯定不能满足地方当局的开销 因此 在农村地区征收房产税将是对农民又一次重大盘剥 甚至可能会出现当年征收农业税的惨烈景象 中共也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文章写道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 特别是财政收入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 然而各级政府却欠下了巨额债务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而对于亿万百姓来说 在税收方面完全没有任何发源权 只能任人在割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开征房产税 势必会对所有城乡底层百姓的消费造成重大影响 迫使他们继续压缩自己的消费 导致中国的经济更加低迷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内部崩溃的帝国 在国家末期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最终成为导致帝国崩溃的祸根 中共政权现在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对此中南海明显已经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征税房产税无疑是挽救财政危机的重大举措 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显而易见 其当局处在两难之间 不征房产税 巨大的财政缺口和债务已经难以弥补 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和政治危机 而开征房产税可能会导致房价下跌 让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 甚至有可能让房地产市场彻底崩盘 也会带来严重的经济乃至政治后果 作为习近平的代表 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 5月6日在伦敦举行的英国国王 查尔斯三世的加冕仪式 这一消息在英国引发巨大争议 尤其是在英港人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 前保守党党魁伊恩邓肯史碧斯爵士 告诉每日电讯报 韩正是破坏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的罪魁祸首 鉴于他的角色 让这个人在这里不可接受 自由亚洲报道 韩正目前已经抵达英国 5月5日 他还与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举行了会晤 目前流亡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刘家问表示 因为韩正在2019年的时候主掌港澳事务 而且刚好碰上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 其言论和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 韩正也被视为香港自由衰落过程中的核心人物 所以现在在英国的香港人都对英国当局的决定很不满 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4日在BBC电台的节目中指出 韩正出现在查尔斯的加冕礼上 对流亡在英国的14多万名香港人来说 如同一种眼中钉 彭定康直言 这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你如何向中共卑躬屈膝 无论你多么想给他们面子 北京都不会考虑给英国面子 因为中共可以派出很合适的人选 如果这不是故意的 那么这表明中共实际上是多么的随意对待英国 香港自由基金会的马克·萨巴赫也对每日邮报表示 让韩正出席加冕典礼就像邀请施暴者到自己家来 报道指出 另一方面习近平拿根据是否故意选择让韩正出席加冕典礼而表明其不在意英国呢 彭定康回应BBC记者时认为中共实际上很清楚派遣韩正的敏感性 美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立认为 按中共的礼仪惯例 国家主席如不能亲自参加具有强烈相征性而无实质意义的国际场合 一般就是副主席参加 站在中共政府的角度上 派韩正去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决定 不过无论怎样 这一事件中中共当局其实根本不在意外界 尤其是港人的想法 据英国《泰晤时报》报道 英王加冕典礼中对国家元首和其他外国代表的邀请 并不是来自白金汉宫 而是来自英国政府 5日英国外交代诚克莱福利与韩正会晤后 在推本中写道 会谈中他阐明了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看法 并和韩正讨论了存在严重分歧和需要合作的重要领域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2022年11月 曾公开称中共为系统性挑战 即对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级威胁 不管出于政经国防还是人权道德因素 中美关系日渐紧张已是难以改变的趋势 但是近年中印关系同样陷入低迷 印度政府打压中企的动作从未停歇 在美国主导的围堵中共战略中 印度更有自己的想法 据民调机构调查显示 约43%的印度人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军事威胁 这甚至比苏迪巴基斯坦的排名更靠前 究其原因与中印2020年爆发边境流血冲突有关 印度自那时起便开始严密监控中企在印度的投资 金钱流向税务及营运 印度2020年开始颁布外国直接投资新政 由于中国是印度最主要的投资国 因此该政策也被认为是中共量身定做 在政策推出后 中企复应投资的数量也出现断崖式下跌 据中共商务部统计 中企2021年对印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年减近7成 仅剩6318万美元 不过由于印度制造业基础先天不良 短时间要排毒有一定难度 印度专家指出 虽然中印偶有边境冲突 但商业往来依然密切 尤其是首级市场完全被中企占领 中共正以一手打架 一手赚钱的方式来智取印度 先有和平再有贸易 本应是国际关系间的正常逻辑 但中印两国却是例外 但如今事情终于迎来变化 2022年印度企业事业部接到匿名举报 指出在印中企可能存在欺诈等违规行为后 印度找准机会拿手机市场开刀 使得共拥有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60%以上 市占的华为、小米、Vivo和OPPO 先后被以不同原因接受调查 他们的资金不是被查扣 就是冻结 至今仍未取回 部分手机厂商无奈撤离印度市场 而手机行业仅仅只是印度打压中企的一个缩影 印度先前早将签证拿来 用作限制中企的工具 据多名在印度的中企企业的负责人表示 印度近两年几乎完全暂停中国 复印签证的发放 这让中企无法更换管理层 部分企业破产或者瘫痪 印度摆明是要斩草除根 此外印度近年还常利用税收和法律合规等手段 打压中企自2020年起 至少有500家中企收到印度税务和合规性普查 超两版款的中国APP 包含TikTok微信等也被禁用 中国APP在印度几乎不见踪影 严厉程度比美国更狠 严调机构吉邦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美国对华最新技术限制带来的压力 韩国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 已经推迟升级位于江苏无锡工厂的 记忆体芯片制造技术计划 根据这份报告 SK海力士的长期战略准备 将其产能扩张转移回韩国 而无锡工厂则迎合中国国内需求和传统工艺 消费DRAM市场 对于上述报道SK海力士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如果得到证实 这将代表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韩国芯片巨头 由于华盛顿严厉的制裁 而重新审视在中国的投资 据报道SK海力士计划将 无锡芯片厂的主流工艺进一步升级 两者都属于10纳米级 但在美国对华取得先进芯片设备 和技术实施一系列限制后 这家韩国公司随后选择了 增加传统21纳米生产线 伴随着五一长假 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不断上升 其中很多人士第二次感染被称为二洋 中共专家称不会有大规模二洋 遭到众多网友的驳斥 近日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网络上透露自己 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又洋了 洋了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第一名 很多民众担忧 又一波疫情已经开始传播 5月5日据路媒报道 浙江大学医学院邵义夫医院感染科主任 吕芳芳称阳性多位此前没有感染过的人 二洋的主要是回国人员 或者与国外回来人员有接触的人 吕芳芳还说不会像之前那样出现大规模的感染 另外即使再次感染也不用过分担心 对症治疗即可 此番言论在大陆微博引发网友愤怒和驳斥 有网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博斥说 五一之后全公司估计有近半的人二洋了 专家可以闭嘴了 家里已经洋了一半 朋友圈都二次洋了 注意没出国没接触过回国的人 还有网友吐槽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凡是专家说的反着来就对了 现在的专家懂得都懂谁信谁傻 网友林布里发帖说 微博大博主江宁婆婆设的投票超过5万人投票 洋了的达到8% 其中一洋4% 二洋4% 但由于玩微博的人趋向年轻 这个数据的洋性率偏向年轻 广东 江苏 北京 重庆等地洋性占比大 四川 浙江 随其后 2014年4月 著名记者高瑜因曝光设计中共9号文件 而被当局以涉密罪名抓捕 被同案批捕的姚坚富已取保候审获释 但被获完全自由 如今年于90岁的姚坚富先生的信息 在9年后才在日前建株报道 法广报道 姚坚富先生曾经是中国大陆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曾经多次采访过被软禁的赵紫阳 2012年5月 他整理了对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采访笔记 出版了陈希同回忆录 中共十八大前的敏感时间 姚坚富曾在纽约表示 虽然在出国前中共当局曾经两度警告他 不许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但是他不怕说出真话 姚坚富当时认为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自身媒体人高瑜5月3日发推文说 长假的最后一天 几个朋友一起到房山随缘养老中心 看望了阔别多日的姚坚富先生 前天已经电话联系 没想到还是几经周折 才等到姚老被一个穿红衫的女服务员领出来 姚老坐在一把椅子上隔着车道的起落架 接受我们的问候 我们问他在养老业生活的怎么样 他摇摇头说 什么也不让血 脑子感到越来越不好了 都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连给姚老录像都被阻拦 高瑜还写道 姚坚富先生在家时就被站岗 买东西都有人跟着 住这个养老院也受如此监控 话都不让说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